小朋友们早上好 今天我们要上华文课 请拿你们的华文课本 我们翻到二十八页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下语 下语 好 我们看下语是怎么写的呢 我们先写横 竖 点 语是怎么写的 横 竖 横折勾 竖 竖 点 点 好 这个是下语 好吗 我们看下边的图是什么呢 在这里有云 白云 白云的下面是水滴 这个就是下语 好吗 下语 我们现在看旁边的图 你们看 在河里呢 有好多什么 有好多鱼 你看他们那么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下语了 下语了 所以他们在水里跳来跳去 他们很喜欢雨 所以呢 如果下雨他们会出来跳来跳去在水里 来 现在我们读下边的 沙沙沙沙沙沙 下雨了 鱼儿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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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尾巴 来 我们再读一遍 沙沙沙 下雨了 鱼儿乐的 摇尾巴 来 现在我们看下边的图 说一说 雨水的好处 然后也说一说 雨水太多的害处 来 老师跟你们说 在这里上边的图有123 你看这个上边的图是 雨水带来的好处的 然后这个下边的三个图呢 是 雨水太多的害处 老师先跟你们说 第一个图 你看在这里 雨水对这一朵花呢 有好处 为什么呢 因为有雨水呢 这一朵花会开得很漂亮 是吗 你看 然后第二个图 这个是水稻 水稻 因为呢 有雨水 所以水稻 长得好 那农民收成时的大米会更多 第三个图呢 你看 因为有雨水 我们能吃什么 你看在这里 在树上有什么呢 有好多好多的水果 是吗 因为雨水呢 所以这个树能长得高 然后有好多好多的水果 那现在呢 我们要说 雨水太多 雨水太多的害处 在这里下边 你们看 在这里 有一所房子被水淹没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是因为下很大的雨 雨水 雨水太多的原因 第二个图呢 你看 雨太大了 植物不能长出来了 因为雨太大了 第三个图呢 你看 雨 因为雨太大了 河水流得很快 很快 把桥给冲断了 把桥给冲断了 所以呢 下雨呢 有好处 但是如果雨太大了 那就变成害处了 那小朋友们 今天呢 我们就先学到这里哦 小朋友们再见 是啊